聊聊那些中資電訊股 有個朋友給你兩個號碼 問你哪一隻好些 一隻就是中國電訊728 另一隻就是941宗移動 兩隻他都想賣的 他說現價值不值得買 他叫做8800 941會好些 始終公司公佈了回購股份 其實主要原因是市場現在避險 最近的典型價值股 價值股是什麼 其實達約概念就是 無論經濟好與壞 公司的盈利能力 營收即是收入上面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變動 這些公司從來不打算暴力 市場不會給一些很高的估值 941宗728同樣道理 所以走勢幾乎是一模一樣 都是這段時間升這段時間跌 但是短期這些位置買入 中二童始終有些衝勁 回購衝勁在這裏 都未開始進行的 但我覺得可以放低一點 不需要那麼慎急 因為升了很多 如果52元以下買中二童都可以的 用50元做止竊 都應該不會穿 看到54至55元 不多稅位的 但是市場上是在駁這些 還有兩種比較 就中二動的息率都高一點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股息率上面 就在你的股價上扣回 買這些現在短線 是打算駁財色劍收的 如果純粹以收息角度 很簡單 誰高股息率就行 但是這個是偏超長線 偏超長線的 你都不會贏 如果偏長線的 一定是喜歡和優勢比較大 所以暫時來說 七二八有時候是比較好 但是你問我 我會選中二動多一點 是 好 那就看看自己的投資取態 來囉